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配版里面说的是普通话 但是一着急的时候家乡话就出来了 说的是山东话 我记得当时的台词是这样的 你不要揍啊 你揍了之后我就是追人了 这我学的不太像 还有国产007 这是周星驰的一部电影 里面的桥段是男女主人公在饭店吃饭的时候 偶遇三个大汉 然后其中一个大汉和周星驰打招呼 这个贪是不是泥土的 最好玩的是什么呢 情节里边包括字幕里都说 说你是哪人呢 这个人说我是湖南人 但是说的话是山东的方言 还有很相似的例子呢 就是东城西旧里边的那个洪七公 张学友演的那个安洪七 这是东标准的山东话呀 是不是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当然不仅仅是在喜剧片里有 很多政剧很多警匪剧里边也有山东话的影子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在香港电影的国配版里边 为啥会有这么多的山东话呢 我想这里边背后的原因可能性有很多 有可能是导演就喜欢山东话 有可能是身边的配音员就只会山东方言等等等等 但是在众多的可能性里边呢 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这些从事电影行业的人们心中 山东话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 山东话对于他们来讲最为熟悉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把山东话给用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山东话对于香港这么特别 山东人和香港又有什么关系 今天就让我们尝试着在历史当中去找一下答案 说起来呢 这段故事源于香港和山东危海之间的一段共患难的岁月 1898年英国和清政府签订了新一轮的不平等条约 分别是斩脱香港戒指专条 这一条呢把新戒归到了英租界地里边 第二条是定租危海未尊条把山东的危海变成了英国的租界地 所以一直到今天呢 危海和香港都多多少少会在他们的建筑啊 街道啊 还有一些城市历史背景里面呢 带一些英伦的元素啊 英式文化的遗迹 但是在当年真正让这两块土地建立了深厚联系的是条约签订之后的二十多年 1922年的时候香港爆发了大规模的海员大罢工事件 港英政府这时候为了稳定局势急需要扩充警队的编制 但是此时此刻香港本土反地的情绪十分的高涨 他们顾不来好人 怎么办呢 港英政府决定 既然本地没有人愿意当这警察 当这个差 我们干脆就到同围英国租界地的山东危海去招待人吧 于是在1922年的九月份 一个五人招聘小组就从香港奔着危海位去了 这五人小组里边呢 分别是一名外籍和三名华籍的教官 以及一位通晓山东话和英语的翻译人员 这组人到了危海之后就开始了招聘面试 根据回忆啊 这一次面试的时候要求是非常高的 首先是身高 至少得到一米七 而且体格必须得健硕 在进行面试的时候 有一个细节 给当时参加面试的一些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你验完身高 验完体重之后 要求你把手给伸出来 伸手干嘛呢 让面试官来摸 摸是什么意思 如果您听过我讲的曾国藩的历史 您就一定有印象是要看看你的手粗糙不粗糙 如果你的手不粗糙 说明你没吃过什么苦 既然你在家里都没吃过什么苦 你到我们这是想干嘛 当大爷吗 我不用你 但如果你的手很粗糙 说明你能干活 你吃过苦 那么这样的人呢 他也能够承担得起我们高强度的出警任务 曾国藩当年就是这么选乡军的 现在香港的这个面试官也用这个方法到威海卫去挑选警员 第一批大概挑选出了50名威海级的警察 但这些警察不能直接去到香港进行执勤 而是要在威海当地进行训练 所以从第二年春天开始呢 就陆陆续续的有威海级的警员在受训过后被派到香港执行任务 不过尽管在山东招聘的时候要求比香港本地更为严格 但其实呢 威海级的警员在香港的警队里面是相当没有地位的 其实这个不是专门针对于威海级的警员的 当时的香港 他的这个身份地位的阶级划分的特别的明晰 这一点呢 从当时的分组就能看得出来 路警不算水警分ABCD四个组 A组是欧洲及葡萄牙国的警员 B组是俗称大头绿衣的印度警员 C组是本地警员 而D组才是威海级的警员 当年的香港地位是租界 所以那时候等级最高的就是白人巡捕 他们一个月的工资能盯八个印度籍巡捕的工资 但即便是这样 这些印度巡捕的工资也比华人巡捕更高 而这个华人警员呢 我们还得把它细化成本地警员和山东籍的警员 相比本地警员 山东籍的这些警员们的工作 往往是比较辛苦比较累 往往是本地警员不愿意干的那些工作 比方说港岛的山顶在开布初期呢 主要是洋人聚集 所以基于历史原因 广东籍的警员一般不愿意到那去掺港 而且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这个人和人之间这感觉是相互的 广东籍警员不喜欢洋人 洋人也不太喜欢广东籍警员 反倒是对那些身材魁梧 和相对比较单纯的鲁籍警员 挺有好感的 于是在那个时候的中西景区 以及山顶的范围 常常能够看到的是鲁籍警员在执勤 到后来呢 许多来往香港以及内地的英国商船 为了提防沿海的海盗的抢劫 会向香港当局雇佣一些修庚人员 驻船守卫 而被派遣上船的 大多数也都是那些体格强健 宝经风浪 同时又认真负责的山东籍的警员 可是我们知道你光站岗 你光守卫 你没有功劳 你很难晋升啊 所以你还是需要功劳的 但是对不起 能让你立功劳的机会 基本上你在初期就得不着了 因为山东籍的这个警员呢 他的语言和当地人不通 你看 无论是英语还是粤语 他们都不会 再加上呢 这些警员们受训都是在山东受的训 他们对香港社会的了解特别特别的少 所以这也不怪人家警察当局 你就真的把这些山东籍的警员派出去了 万一碰上点当地的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都处理不了 上来根本就说不明白 都跟说外语一样 你说这事怎么干 当时山东籍的警员就像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 编号也和别人不一样 一般都是自己独立称号 然后同样编号的人呢 被编成一组 这一组一打眼一看 都是山东籍的 他们倒是没有语言障碍了 但由于没有办法去接触市面上的巡逻任务 他们也只能在交通部啊 冲锋队啊 或者是保卫港督府这样的岗位上去贡献力量 这个状态呢 作为警察部门领导的英国人是看在眼里的 但也十分的无奈 现实状况决定了山东籍警员的职务 决定了他们的岗位 但是很快他们发现 这些山东籍警员 并没有就此任命 用当时最为流行的话来讲呢 这些人很有骨气 怎么个有骨气法呢 首先 这些山东来的操汉子们 居然拿起英文书 从零开始学 在马路上要是碰上了洋警察 他们就上去跟人凑近乎 硬说上那么几句 与此同时 这些警员虽然只拿着最基本的几百块钱的月薪 要在山头上驻守 或在某地站岗从早到晚 可是他们并没有什么怨言 他们对比那些白人警察 那些欧洲喜欢嫖妓 喜欢喝酒 进而会包庇妓院 造成这个司法不公平的这种现象 在他们身上没有 那些印度籍的警员的贪污现象呢 工作态度散漫的现象呢 在这个山东籍的警员身上也没有 甚至包括同为华人警员的那些广东籍警员 他们时不时的贪一点钱 或者是爱好赌博 进而包庇赌当的现象 在这些山东籍的警员身上还没有 山东人很安分啊 而且不光是警员安分 他们的妻子也十分安分 经常是老公站岗当差 媳妇呢 就带着孩子到浇花厂去拿浇花 拿玩具 拿物料 回家进行加工 勤勤恳恳的用自己的劳动去积攒家用 英国人觉得这个很好管理啊 紧接着他们就发现 无论是学英文也好 还是站岗也好 甚至包括家里边的媳妇去做这个小工 做零工也好 这些山东人做的都非常好 不到两年的时间 大多数卢警的嘴里都能至少说上一句标准的英文腔 他们所站岗的地方呢 也都有不错的反馈 这让英国人对山东籍警员的态度 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英国长官洛仁廷 当时在给殖民部写的报告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你会惊奇的发现 中国人身上的这些优点 比起那些蔑视或者批评他们的人都要优秀 英国人对山东籍警员的这个看法的转变 很快转换到了实际的日常工作当中 首先是伙食 过去呢 山东人的这个伙食呢 就很一般很一般 但是 有了这个英国人对山东人的刮目相看 警队为了照顾山东籍警员的饮食习惯 当年特意在所有鲁籍人员驻守的警署 设置了山东厨师 然后提供山东口味的膳食 伙食上就这样发生了改变 到了1951年的时候呢 香港第一所华籍已婚警察宿舍正式的成立 这些背景离乡的山东警员们 终于有了一个能够组建自己家庭的地方 虽然这个环境也并不乐观 但毕竟是从无到有的一个突破 这个警察宿舍呢 一共只有两栋楼 每一栋不到十层 但整体提供的房间是140个一房单位 和28个两房单位 用咱们普通话来讲呢 就是140个一室的和28个两室的 而这加起来不到200户的警察宿舍里边呢 70%都是来自于山东的危害 而也正是在这些宿舍里边 尽管条件艰苦 这些山东老乡们仍然用一种坚持的精神 一份鼓气在拼搏向上 第一代鲁籍警员就这样在香港落地生根 随后他们的子女慢慢长大 又出现了第二代的山东籍的警员 而第二代的山东籍警员呢 因为是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受教育 所以他们对当地的文化 对当地的语言 要比头一代熟悉的很多 于是他们更容易融入到香港社会之中 加上他们的父辈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努力 已经基本上走上了一个领导岗位 所以他们也在警察的队伍当中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于是后来有人说 大多数香港的老警当中的精英 大多数都是从这个宿舍里边走出去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山东警员的招募活动才正式停止 于是勤劳肯干的山东籍警员呢 变成了稀缺资源 为了能够让自己的警署当中 有这样一些山东籍的警员 许多警署开始提升警员的待遇 卢警也变成了优秀待遇的代名词 于是那个时候 在香港生活的许多危害人 都借这个机会加入了警队 甚至就包括河南浙江四川等地的外省人 为了谋取更好的机会 也以危害人的名义 报考危害卫警察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 港英政府给服务于香港警队的警察们 提供了一个选择权 去英国或者留在香港 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机会 但是许许多多的危害级警员 选择了留在香港 原因只有一个 他们说因为这里是中国 回归之后山东籍警员想回老家看看的愿望 更加方便的可以实现了 于是乡愁对于这些一代警员 二代警员们来讲 不仅仅只是榨浆面 水饺和找老乡聊聊天 唠唠客 他们可以回山东老家去探亲了 于是许多人发现自己的父辈 一年到头没事有假期就往老家跑 虽然一次待上不了那么几天 但是他们常常会回家 常常会去看看 我们的历史故事讲到这的时候 其实应该有一个结论了 为什么山东话对于香港市民来讲 这样特殊呢 也许就是因为90年代的那些香港的电影工作者们 在他们的童年记忆里 有这么一群穿着警服 在烈日炎炎下巡逻 在自己上班的每时每刻都在尽心尽力的保卫着香港市民的安全的警察形象 而在这些警察形象的口中 大多数都说着一口 或十分标准 或者从父辈们口里学来的尚且不是很标准 但明显有着地方特色的山东口音 当然我说过这只是众多种港片当中有那么多山东话的可能性之一 其实说起来呢 我们也并不希望在这个故事当中给大家唯一的一个答案 我更关注的是通过我的节目 有更多的朋友知道了 有这样的一段历史的存在 但是在这呢 我们要说一个特别好玩的小花边 在当年香港的老卢景 众多站岗的岗位之中 有这么一个地儿 很特别是港督府 而在港督府站岗过的若干警员当中 有这么一位姓梁的老先生 他的后代 后来成为了香港的特首 他就是今天我们讲 刚刚卸任的梁振英 而我们完全可以想象 当年梁老先生在站岗的时候 可能绝想不到自己的儿子未来会在这里办公 说起来支撑着梁老先生 以及和他同时代的那些卢景们 勤劳工作 默默奋斗的力量 也许只是那个被我们称之为骨气的东西